早上部分的話我們已經把環境建置起來了 那環境部分我剛剛有特別強調 你可以從雲端白板裡面第一個單元 大家會看一下 這邊有稍微說明一下 這邊的一個步驟 其實這邊有強調一點 為什麼就是說Python會這麼麻煩 實際上相較以Sail Sail是付費軟體 所以我剛剛講過一個概念 使用者付費軟體 他已經都幫你準備好了 前提是你要付點錢 如果你願意付錢的話 人家就幫你弄得好好的 可是問題的話 你什麼都要付錢 那你賺什麼 如果你想要創業的話 那當然你就賺不到錢了 所以其實你能夠獲利就是說 從別人沒辦法省下的錢 你可以幫人家省下來的話 那也就是你有獲利空間了 OK 之前也有同學問我說能不能創業 這你們有空間 當然也很有空間 現在辦公室哪有 辦公室裡面不需要有自動化的功能 而且你會發現 辦公室裡面有很多人 其實他的工作是可以被替換掉的 我城市幫你寫完 你的工作就不需要了 你這個人也可能慢慢可以消失啊 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如果有些人 具備有城市撰寫能力的人 可能會慢慢在辦公室裡面被消失掉 OK 他會到哪裡 要不就是說他再去學城市 要不呢 他就從此就可能會失業了 OK 要不然他就要做一些非關於辦公室的事情 可能比較勞務性的工作了 OK 當然如果你不希望你是要做一些勞務性的工作的話 那恐怕我發現將來可能 人人都有必要需要學城市了 而且現在已經慢慢向下扎根了 你會發現像那個108年的國小 國中高中的課綱就強調說 你一定要把城市納進來 而且比較強調就是在生活裡面應用城市了 有沒有 那當然以後109年 110年課綱當然也會更加的深入到裡面去 OK 這是可以預期的 也就是以後的話 應該慢慢連小學生都會寫城市了 OK 那當然我覺得很好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反而就說以前學的數學 很多東西其實真的可以用城市來實作 反而更有趣一點 因為你做了之後可以用 那如果你學了之後 發現希望用到哪裡不知道 那當然就會覺得很 好像感覺 就覺得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動力 那再來的話 早上可能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環境部分 把它繞起來 其實是應該沒有問題的 只是特別注意 在C點底下 如果你要RUN RUN起來的話 特別注意 路徑部分 我強調 Equipus I這個 你按右鍵可以編輯 如果將來會有出錯Java的訊息 記得就是這兩行 第一行跟第二行 尤其是第二行的部分 那個路徑要是正確的 那就OK了 會出錯 大部分都是他找不到Java的執行環境 那你給他正確就OK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剛剛早上有同學 有問到有關那個就是中文版的 中文 有沒有中文 沒有中文版 但可不可以自己DIR 可以喔 有跟各位講一個什麼 Equipus上面有一個Bable Project 在 download 你可能要找一下 Bable 那download部分的話 它這邊有個什麼Language Pack 有沒有 就是什麼呢 語言包對不對 你可以去語言包裡面找一下 我們版本是2019年的06 那你可以找到這邊有個Chinese 有沒有那個C塊的 Chinese的那個Traditional 有沒有 這個叫繁體中文版 那裡面的話後面有百分之多少 有沒有 其實這百分之多少是中文化的比例啦 其實最高大概83 我印象中83這個Pack好像有點問題 打好像用了不行 後來我發現用77% 所以我就把這個download下來 然後把它解壓說 放到Equipus之後的話 那就會變成中文化 所以我這邊有個版本叫TW 中文化的版本 所以我把它打開的話 那你會發現 它的介面呢 就會是你熟悉的中語 中文的語系 然後把它啟用 這個時候的話 裡面只要你看到的訊息 都有可能是中文 不過它版是77 也就是說 可能少量的訊息 它可能沒有辦法正確的幫你做中文化 OK 但這個版本不是每個人都需要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我待會也會把這個 打包一下 然後一樣什麼 傳到那個懶人包裡面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這個版本的話 那你待會可以到哪邊呢 到那個安裝環境裡面的懶人包 我等一下就把這個懶人包 把它傳上去 因為我壓縮 把它丟上去 這樣子的話 上面到時候就會多一個 Equipus Python 刮斧TW 那你一樣下載解壓縮 這個版本就是中文的 OK 好 應該沒問題的 如果有需要再用 如果不需要 你順便大家了解 要用 再來的話 我們早上部分的話 就是已經把這個環境先run起來 並且建立幾個動作 第一個的話 我們是解壓縮 所以這個地方 我用這個版本 我還用英文 上課我想我就用原來這個版本 然後把它Launch 特別注意 Workspace 可能要記得你放在哪裡 也就是將來你所寫的程式 都會放Workspace的一個資料夾 OK 所以Workspace 實際上就是一個資料夾 它的位置在哪裡 在C 我是放C C帽號斜線 就C底下的這個資料夾裡面 其實我們後面 特別注意 做了兩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 我要先新增專案 新增專案特別注意 你只需要第一次做新增專案就好了 你不需要以後每次都要新增專案 因為反正以後 我們就把程式寫在專案裡面就好了 所以特別注意 早上是new 有沒有 這邊new new的話 你會發現就是other other裡面有個py div 就是Python 的Develop 就是Python 相關的開發 找到這個project nest 然後填上什麼名稱 我在test 然後版本的話3.7 另外記得選create src 如果沒有選正確 早上如果忘了 你就是重新再新增一個專案 把舊的砍掉就好了 ok 然後再來就是第二步的話 就是在src上面按右鍵 new一個什麼呢 new other找到叫做py div的module 特別注意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以後如果我們要寫程式的話 這個流程非常簡單 以後呢直接就在什麼呢 src上面按右鍵 然後呢 new什麼呢 新增什麼 就是這個 py div的module 就把程式寫在這個module裡面就可以了 ok 所以以後會一直寫一直寫 就是一直都寫在這邊了 放的話就放warspace 所以如果你以後如果要備份的話 你就可以到warspace temporary就是範本 你有沒有一些範本啊 比如說這個範本未來你也可以見 就是說有些程式預先就已經幫你放上去了 的樣板 如果沒有你就直接按cancel就好 cancel掉 那就會產生一個空的 那裡面寫什麼呢 其實邏輯很簡單嘛 a等於3 那這個動作的話呢 意思就是說呢 我產生了一個a的變數 等於3呢 意思說把3這個數字 這個整數 放到a裡面去 那如果你print了a的話 當然a裡面就放什麼 就放3嘛 那一樣 enter一下 b等於5 就把5放進去了 所以這個5這個變數 就是當你放進去 它就產生這個變數了 而且這個變數的形態 它就變成是一個整數了 所以你放的是一個整數 沒有小數點 它就是一個整數型的變數 ok 然後呢 把它兩個加起來 ans 等於什麼呢 等於a加上b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當然 如果我把它加起來之後 你會發現它就把這兩個數字的結果 放到answer裡面 當然你可以把它print了出來 它就是這個變數的結果 再幫我把它輸出 按執行 它就會輸出到下方了 ok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出現一個8了 應該沒問題 另外請各位 順便做一些變化 什麼變化呢 請各位到雲端白板上面 並且開啟雲端白板的第二個單元 基本語法與結合公司 因為我們今天的目標 要把它講完 然後呢 打開之後的話 請各位看一下 在捲動基本語法的 往下捲動 大概捲動到第幾頁呢 大概到第三頁的地方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叫做算數運算值 什麼叫算數運算值 就是裡面 如果你要做一些簡單的數字整數 或者是小數點的相關運算的話 那這就是相關的它的規則 如果你要加減乘出都沒有問題 可能比較有問題的話 應該是哪一個呢 其實下面這三個 而且蠻常用到的 如果你不會這下面三個的話 將來你要寫一些程式運用的話 可能會有問題 像百分比 有沒有 percent 有沒有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求餘數哦 哦 求餘數 也就是說呢 我比如32%5的話 意思是32除以5餘多少 餘數哦 餘2 OK 如果你假設你要測試的話 請各位待會練習一下 把這邊改一下 比如說呢 我假設這邊改 如果這邊改成什麼 NS等於 A% B 那3除以5的餘多少 3除以5餘 3嘛 OK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 cleaner看看嘛 A% B 有嗎 餘3 當然你可以改啊 比如說30 A改成30 那這樣應該多少 0嘛 OK 沒問題 你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啊 所以要特別注意哦 你必須要熟悉這個運算 因為這個運算 未來用到的機率還蠻大的 求餘數啦 那另外的話呢 還有除除 除除的話是除了之後 比如說我32好了 32除以5 應該會小數點吧 可是除除啊 如果你是除的話 我們先用除 除的話應該是有小數點 那小數點的話應該是 就是6點4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用除除的話呢 請問結果是多少 6嘛 特別是除除意思說 除完之後取的整數啦 我只要整數部分 OK 所以你會幫你這邊把它執行一下 他這個結果的話就6 其實 當然另外有一點 你想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 我把它除完之後 假設我現在輸出的話 是6.4有沒有 可是如果我不用除除的話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方式 就是說 你可以把除完的結果 裡面把它放6.4 你可以把它轉型 因為它6.4就是一個伏點 Flows Flows就是有小數點 另外一個型態是int int的話就整數 所以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把6.4轉型 有沒有 怎麼轉 很簡單 外面包一個 比如說我answer的時候 外面再包一個int 然後呢 把它外面 夾 放在 外面 加一個int 這個跟那個什麼 Excel一樣嗎 Excel也是一樣 外面int 括弧 其實就是取整數部分 如果 假設是這樣的話 你把它執行 也是6 有沒有 也就是說 如果你用剛剛那個方法 跟用這個方法 結果不會是一模一樣的 至於哪一個比較簡單 你就用哪一種 不過理論上看起來 如果你有那個方法的話 好像就不用在int 有沒有 這個地方你就直接加一個除就可以了 另外的話還有一個 就是說 這邊運算值 有一個蠻特殊的叫乘乘 乘乘是什麼 當然我們這邊如果用乘的話 那我上面一樣把它改成 不要那麼大 3乘5 有沒有 3乘5多少 15嘛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15出現 但是如果你加一個乘 乘乘 這樣多少 14就是3多少 5次方 3乘5次嘛 答案多少 算了 執行一下 243 這還可以用心算算 蠻厲害的 那如果說今天 我們假如來個大一點的 20 3的24方的話 那你就3乘3乘4 算了 反正你就直接執行一下 有沒有 這個數字 這個當然 這個數字 當然如果說心算還算的話 如果算得出來 那算厲害了 不過通常的話 我算了 我就執行就好了 我幹嘛要花那個時間去算 因為人雖然可以算 問題算很累 尤其算 經常你一直用腦筋一直算 老公交給電腦去算 所以我的習慣什麼 有些東西他在電腦程式寫完 再亂一下我都知道結果 OK 就不要硬是用自己的 把自己的腦袋 模擬成計算機 雖然是很厲害 沒錯 但問題的話 人也是會累的 對不對 所以聰明的人就怎麼樣 借力死力 對不對 善用工具 對 也就是說如果有交通工具的話 當然你就不要一直走路 累死了 對不對 除非說你到國外去 當然沒辦法 你還是得走路了 所以其實像我在台灣以前都很喜歡 就開車 反而出國之後慢慢學會坐火車 尤其到日本 那這個習慣的話 反而是因為這樣回到台灣之後 反而慢慢也開始搭火車了 反而開始學會如何搭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因為我們有高鐵他們有新幹線 所以其實我搭最多那個高鐵新幹線 就是在日本 而且我覺得他有一點對外國人很友善 就是他有那個JR的PASS 那JRPASS就可以 意思就是說吃到飽的 意思是說 他那個 你有買那個PASS的話 不要買七天 就隨便做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 就乾脆我說住在那個什麼 有沒有 車站旁邊嘛 然後我們就把新幹線當成捷運來搭 感覺還蠻好玩的 而且那時候平日都沒有什麼人 坐起來反而更愉快 所以一天可以坐幾千公里 都感覺好像沒什麼 因為一到那個位 一到那個地方 出去就玩玩玩回來 回來就開始 而且他位置非常舒服 他的比高鐵我覺得位置比較寬 因為高鐵他有五人坐 他那有些都是四人坐 然後一上車就會去超市買點東西 然後車上吃吃吃吃完之後睡 休息一下 下車就玩玩一玩又上車又休息 這樣很愉快就玩一天的 最近我老婆還在想說 好久沒有出去玩 就會開始很心動 但是有個好處 他平常工作很認真 非常非常認真 但他出去玩的話也非常非常的 玩得非常開心 因為會有期待 我們即將 因為一定要事前規劃吧 幾個月前就開始想 等他去哪裡 然後怎麼玩 怎麼玩這樣子 那天剛好看到一個廣告 叫淡麗的啤酒 淡水的淡美麗的麗 那因為我們曾經在那個黑布 黑布峽谷 黑布峽谷我們坐小火車 然後到了一個峽谷下面的清澈的河水 我們就在河水裡面泡著腳 然後喝著啤酒 想到那個畫面我們就很開心 所以回到這裡 另外的話有一點 特別是說這個運算值一定要熟悉 最重要是後面這三個 那另外有一個比較特殊的運算值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 假如今天比如說 我把上面的這個A 前後加上雙引號 那加上雙引號之後 特別注意它就不是數字了 而是什麼 文字 特別注意文字 在電腦裡面的世界 文字跟數字是不一樣的東西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假設你今天假設你拿這個3 要跟這個20層或者加的話 你會發現一定會出現錯誤 它一定直接給你錯誤給你看 有沒有它跟你講說 Type L 你的形態錯誤 什麼形態錯誤 什麼形態錯誤 就是說你不能給我一個文字 要叫我計算 你真的是有毛病嗎 它意思是這樣 那也就是說呢 你如果說要做計算的話 那一定要把它轉型 那要怎麼轉型 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要正確能夠計算 一定要把這個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本來它是STR 所以如果你要計算的話 記得哦 你可以在A外面包int 然後再把它包個A有沒有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把什麼呢 上面這個3 它本來是文字3 那我把它轉換成這個3 把這個雙引號拿掉 它就一個數字3了 OK 這樣子的話呢 它的形態才能夠做計算 所以你會發現哦 我把上面如果改掉的話 那執行當然會不會錯誤 你會發現就不會錯誤了 3加上20就23 沒問題哦 另外的話跟各位講一下哦 順便3這個哦 如果我不轉型 我假設把A有沒有 乘上 剛剛不能加對不對 可是能不能乘 乘的話你會發現乘B哦 我現在A乘B哦 這樣應該理論上也會出錯 因為3 這個3是 四川的3 可是乘哦 20 可是你會發現 我直進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算是一個特例哦 A乘上B B就20 欸 它居然 沒事 沒錯誤啊 剛剛用加跟減 跟除都不行 但是哦 Python有個特色 跟其他語言不一樣 其他語言沒有這個東西 乘哦 如果一個字串 你用乘哦 它就把它當成是repeat repeat是什麼 重複啦 有沒有 現在那個ecele裡面有repeat reept函數嘛 就是repeat 就是說我要把這個文字重複幾次 所以後面乘上次數 ok 那就等於就是 我要把這個字重複幾次的意思 不過這是特例哦 如果你在其他語言 就不能這樣用哦 ok 順便說一下 就是 你可以把這邊稍微變化 請各位練習一下 我剛剛講的重點 就是在第二個單元 裡面有個叫做算數運算值 請各位練習一下 加減乘除 跟那個求餘數 還有就是求那個整除的結果 另外的話呢 試試看 用那個幾次方 多少幾次方 就兩個乘號嘛 特殊案例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文字 要能夠重複幾次的話 那記得你可以在一個文字後面乘上 後面就是次數 它就會把那個字幫你重複個幾次了 ok 試試看 平方